一般大概會有哪一些的狀況 喉嚨醫護感原因有很多 比較常見其實是消化性的問題跟過敏性的問題 另外睡眠的問題也有可能會導致喉嚨出現醫護感的情形 比較擔心其實喉嚨內部有長一些異常的病灶 例如說是良性或惡性的腫瘤 所以如果說你發現喉嚨有醫護感持續超過兩個禮拜 那醫護感還是都不會消的話 還是會建議要就醫去找專業的病科進行進一步的檢查 那治療大概治療的經驗怎麼樣 如果說只是單純因為慢性發炎引起的 當然第一個是要去找出他可能的原因 如果說找得到原因的話 那就是避開那些可能的刺激性的因素 那最常見的當然就是像酸的辣的東西 茶咖啡類的東西或者是香菸類的東西 都可能會導致你喉嚨出現醫護感不容易改善 那如果是這個造成的就是把這些習慣給改掉就可以了 那另外其實我們可以藉由一些致酸劑 然後黏膜分解劑 然後還有止咳藥來改善喉嚨醫護感的症狀 如果注意之後需要注意哪些嗎 如果說治療之後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少吃酸的辣的東西 少喝茶跟咖啡類的東西 還有人抽菸的話盡量離他遠一點 人家找你休息不要太晚睡 謝謝 謝謝 謝謝